大家好 今天是3月31日 星期三 是3月份最後一個交易點 同時也是 職業場外衍生工具結算日 當然不知 也是2021年首季的季節 看回市 早市開出來 都有點憧憬 因為指數高開225點 到28802點 在這一刻 在技術上 恆指是回到10和20天線樓上 有個看法就是 今天是貴傑 當然有些維穩的資金 稍為作少少部署 其實這是 傳統的一個思維 但是 由於買款慢慢慢慢卻步 而市亦開始漸漸反覆 指數直到現在大概11點半左右 曾影響到稍為反覆而低見 28385點 即是倒跌192點 原因就很簡單 就是A股 因為A股 在今早 曾經一度 回跌了36點 港股當然很難獨善其身 但整體來說都是可控的 因為最低限度 雖然 指數仍然反覆在50、20和10天線之下 但始終沒有足球 或者跌穿100天線 即是早前 呈現一個初步回穩的勢頭 暫時對港都是沒有變 但我們都要計算 由上星期四的低位27,505點起的反彈 去到今早 早市高位28,802點 市已經反彈了1,297點 相對 整個月的波幅跌了2,407點 其實已經反彈了53% 又多了 講一個簡單的 而一個正常的反彈 其實已經是差不多了 剩下來 真是要看看 資金入市的態度而定 如果稍後是追勇的 一直向上行 再修復10和20天線 技術上、形態上 當然是上網的50天線 因為50天線已經 在29,333 浪在這裡 一天還回到50天線樓上 整個所謂的中期調整 未算是過去的 大家一定要記住 實際上的大市 直到這一分鐘 都是運行在一個中期調整的形態和格局之中 好了 在A股今早有少少反覆的情況之下 指數就無奈 實際上影響 但是 亦都說一句 以現在的指數 在28,400、28,500左右的水平 其實距離的10天線 28,534點 是差很少 就算看高一點 距離的20天線 28,746 亦都不是差很多 到底 3月 最後一個加月堅的市 能不能夠稍微 走高一點 其實依然不重大 因為 復活價回來之後 我們面對4月份的市 怎樣走 這個才是重要 由2月18開始的 中期調整 直到今天 這一分鐘來說 都仍然未過去 因為指數還有一條50天線 直到後續 我不知道哪一天 指數能夠慢慢回到50天線 而企運在50天線之上 就可以初步 跟大家說 整個所謂的中期調整 可能已經改了 是可能的 一刀其事 又要看成交金額 配不配合 當然 近期的中概股事件 令到 一眾的中概股 全部的走勢 都陷入了一個整固 等變的格局 情況又不是差得那麼緊 但是 相對早前 那個成交金 不斷增加 動力不斷 添生 而且不斷上推 形態和技術上 是完全兩件事 或者這樣說 有部份的資金 可能已經開始漸漸流入 傳統經濟的股份 你只看美股已經知道 倒極私指數 創立了歷史高位 唯獨是納指 一直整股在13000點 坐的水平 如是著 4月份就算 真的有機會 稍為進一步向上行 都是傳統股份 稍為做好了 包括 本地的銀行股 南籌地產股 等 內地持續看好的 就是內銀 內房 水泥 以及其他內需品塊 航空股 也有事 好了 中文的分析 就講到這裡 水泥 中文字幕 下水泥